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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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借机设立跨境资讯流通 私隐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标准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担心影响工人权益 引起部分民主党议员反对 呼吁更审慎行事 由于白宫内部有分歧 可能阻碍数码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度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否认戴琪阻栋梁 强调正是检视各种选项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关系 向他透露已经和八个区内国家初步讨论有关协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否认有意见分歧 但是据报部分官员不满 协议进展缓慢 向他提出总统拜登可以发布行政命令 绕过贸易代表办公室 直接开展协议的谈判工作 但是部分国家对另立协议有保留 报道引述有官员透露 新西兰总理亚德恩上个星期曾经要求拜登 先重新加入上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的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但是美方已经表明 除非调整内容 否则政治上重新参与的机会好未 和个别国家合作就可能已经存在 澳洲金融评论引述消息说 美国正是和澳洲商讨 阻止中方收购网络商Digicell 在亚太区和中美洲的流动电讯网络 担心会用作网络间谍等 澳洲电讯商Telstra 星期一宣布 在王政府支持之下 计划收购Digicell 在非制萨芒雅等的4G网络 价值大约20亿澳元 中方反对美方人为足场 拉帮结火压制中国 认为是违背经济规律 注定保出路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显报道 长期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谢谢大家 再见 其後見到A股的鋰電磁股也發力 A股也升停下最高 在10點打後見到164.5 也是破頂位 比起昨天升幅來計 接近一成二 目前仍在捱高位 做164元 交投相當活躍 成交股數已經超越昨天 有580多萬的股 成交金額方面9億2千多萬 大成交急上 究竟質地行不行呢 立即請教webcam 旁邊的嘉賓王偉豪 Raffi Hello Raffi 你好 是 導演你好 今天見到大家的鋰電磁股炒起 我們香港比較少這些概念 A股比較多 又說是關特斯拉的事 事關他們的CEO馬斯克發文 據報說希望將特斯拉旗下一些超級充電站 今年有機會開放給其他電動車的品牌去用 就官網的資料裏面 就說特斯拉在全球 有超過2500個超級充電站 就見到充電座方面 都超過25000個 說真的都請教webcam 他開放超級充電站 是否市場認為多些車可以使用 進而推敲到鋰電池的應用 那方面會需求增加呢 當然你只說特斯拉這個動作 我覺得對整個行業都有受惠的 不要說對鋰電池相關 可能一些本身做新能源車的一些企業 都會有受惠在這裏 因為都同意的就是 這次如果真的這樣開放 因為本身大家知道特斯拉的話 其實它的充電箱都有分類似超級 和一些普通的充電 所以特斯拉那些本身 只是適用於它自己的車 如果你說這刻能夠開放 給其他品牌的話 而本身超級這類型的充電裝 那個充電的時間會短很多 或者會快些充電到夠充電 所以能夠開放給其他品牌 或者其他車去用 這個是有個推敲性或者衝勁 會令到更加多人 是願意去用一些新能源電動車的 所以如果多些人用電動車 多些人用新能源車 無論從本身提到 可能做其他車的新能源車的車企 也好或者再加進去電方面 始終用多個車 自然對電池的需求都會多了 從而對你 各人的一些相關新能源車 電池的一些資源 金屬來計算 都會有一個提振 所以我想叫做比較間接地受惠 但是你說當然有一個衝勁在這裏 但是只是這件事而推動到 直近風聲這麼多呢 我覺得這件事來講 就未必是完全單一事件先 好啊 暫時來說 當然這個最新的消息 可能有些少推動作用 但未必完全是因為這個消息 看到1772目前升幅 稍為收集 然後有一蛇升幅 其他A股的理店 持股我們都看一看 除了這麼風利業 就升得起 就升幅一成過愛之外 其他看到內地 主要就是創作一些股份 包括做鋰電池技術的九吾高科 做鋰電池材料的國民技術 升幅有一成三至兩成 至於西藏珠峰 江特電機 分別都有買鋰資源 還有是有鋰磁石礦 今天來講 A股升幅百分之八 到一成不等 既然鋰相關的東西 似乎是受到市場追捧之下 除了剛才Telsa開放電動站的因素之外 還有就是最近鋰電池坊 都引起了市場業化 是不是會繼續引發這一批股份的升浪呢 內地比較大隻市場份額 在鋰電池設備裏面最大的寧德時代 看到它獲得Telsa Model Y 標準續航板 引入鋰酸鐵鋰電池 天鋒證券就統計過 今年有很多間鋰電池 都要大規模擴產去應付需求 訂單逐步還要做不完 擴展到二線的廠商都要做 今年的訂單 暫時看到是鋰電池相關的 都有大約348億元人民幣 是去年收入大約2.3倍 似乎今年的訂單接到手軟 那些券商說 Rafi 禁風方面 是不是都會受惠比較多呢 因為它的鋰電池相關的訂單都有 估計鋰電池的價格 會不會因為就是鋰電池方 繼續有比較大的升幅呢 當然我想整個鋰電池這個行業 如果是鋰電池來計算 其實再細分下去 都會分到上中下游 比較簡單去上游 就是你這個金屬開催的價格 或者出產的價格 去到一些比較中下游的 就是剛才做的比如你電池 你的相關設備 加工那些企業 其實整個鋰電池 如果是最常用的那個因素 因為那個水潰是強的 因為電動車會用的那樣 其實過去升了很多的 所以如果本身在企業層面上 如果只做一些下游為主 比如加工啊 電池相關設備為主的話 其實理論上會受累到 可能那個鋰價升 反而要看它們之後 轉駕出的能力高不高 但是我想禁鋒比較有好處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是有中下游 加工啊 做一些設備之外 其實它上游自己都有的 譬如它之前最新的都是 向阿根廷那邊再收購一些鋰獲 其實它自己是整條一站式 上游中下游都有的時間 這個是會減散到一些 可能因為理價升而對成本 對利用空間有些影響的因素 反而是更加因為 那個產能 他自己有一定程度在那裡的時間 是可以是因為這段時間 那個產能方之下 它是出產得更加多的一些產品 所以反而對它來說 是會更加之有受惠 所以無論那個成本控制 比較理想之餘 更加那個訂單 都真是我們說真的 比較有一個上升在那裡 所以大家會衝勁著 它那個營利前景 它有一個比較強的增速在那裡 所以自然肯定有股價炒 就是炒著這個因素 是啊 難怪就可以捏破頂 當然了 錦鋒也都是之前 已經上調了自己的刑測 大行幾乎大部份看它 都給買入或者增持的評級 如果摩通最新的目標價 看到180元 都較早前調升了 都說整批新能源 車元材料 包括電池 整批的股份 估值有問題 提升 因為受惠需求增加 大和看到160元 不過現在禁風都已經過了這個數目 它就說原因都是上條認測 理價又上 大摩之前 很早之前 都說60天會上的股價 因為它就有些更先進的技術 Rafi 但是現在股值很高 就這樣看 這天都82倍的預測善率 你自己怎樣看法呢 知不知支撐到這麼高的股值呢 你自己給它的目標位去到哪裡呢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資產性的 即是始終我覺得 未來長遠 比如說下年的營利增速 還是比較快 其實再拉低一點 就不是特別貴 但當然我同意股價的幅度 近日升得很急 所以就算股值還是覺得 支撐到也好 你說現在入境 始終都會有一定的波動性的風險 所以我想在選擇禁風來講的時間 不斷都會建議大家 在分階段去吸納 你可以這些位置 如果一直沒有放棄 可以嘗試買一下 但是有機會下回 可能850元以下 下回之前的扔附近 那現在才會比較好些 好啊 之前10天線的話 就一直護航 大約是144元 不過Rafi說 盡取一點 150元也要後 多謝了Rafi的分析 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會市焦點 先看看最新消息 擔心疫情反彈 繼續有資金流入美元避險 美匯指數連升第五日 逼近近年的高位 澳元在73美先邊緣到增遲 距離近八個月低位不遠 受疫情封鎖措施影響 澳洲的零售銷售跌歪近百分之二 跌幅是今年以來最大 投資者擔心變種新冠病毒 很快傳播可能會打擊全球經濟 資金繼續流入美元避險 美匯指數再升至超過三個月的新高 見過去93.1的流上 最新回到93.059 金價方面都可以輕輕靠穩 都收到在1800美元流上 最新造近18807.75美金 詳細可以看看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布希表示 物價上漲和經濟活動重啟有關 就說通脹只是短暫升溫 另外美國早前據報有意拉攏 澳洲、新加坡等民國 去訂立數碼貿易協議 限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但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擔心影響工人的權益 引起部分民主黨議員的反對 由於白宮內部有分歧 不可能都會阻礙數碼貿易協議的 談判進展 自美元向上 加上市場看著歐洲央行 今個星期的議息 澳指就四年跌纜 曾經都見過1.175的水平 最新我看到做1.177 今早的嘉賓有Ferris在這裡和大家分析一下會市的市況 Ferris你好 早晨 早晨 主持你好 Ferris 看到避險資金繼續落到美金那邊 你看金轉避險還有多久 美金的支持還有多久 是的 看回其實美元現在的強勢 或者是來自轉跌點 基本上就是早前聯儲局的議息之後 發佈了他們有機會加息的時間表 是被預期推前了的時候 都紛紛是湧入去美元那裡 再加上近日美國股市其實都是環球股市 加速了波動性的時候 亦都是造就了資金投放美元 作為一個資金被難鎖在那裡 好了 雖然其實聯儲局是不是比起其他的發達經濟體的央行 更加早加息這件事 都暫時仍然是有待分曉的 不過始終大家都會覺得聯儲局 應該是會被英倫銀行 歐洲央行為先有這個加息動作 所以變成這個加息因素對美元來說 真是有一個挺大的支持作用 你再加上看看其實美匯指數 今年分別在2月5月和6月 見過89.5、89.6之後這些水平 都有一個挺穩健的反彈聲勢 所以都造就了大家對美元已經見底了 今年應該逐步可以上去的信心 亦都是吸納到避險資金買入美元的時候 所以短期間美匯指數 都是一個向上發展的走勢 似乎有機會要試大概93.6至93.8 這個數值的阻力 但是去到這些阻力位的時候 未必有很大一個回吐 不過叫做純粹在這個位置有阻力 叫做居高不下 我好,美元今天的表現都非常強勢 都迫近3月的高位 另外也看油價的表現 見到上天大幅下跌 去到差不多兩個月的低位之後 有些支持 高盛就將倫敦旗油 今季的預測價價由80美元一桶 調低到75美元 就說變種病毒令疫情惡化 影響原油的需求 預測今季的原油供應短缺數量 是每日150萬桶 低過之前的預測 至於對油價敏感的加減 曾經見過1.26的水平 最新造近1.2704 澳洲6月的零售銷售 按月下跌1.8% 差過市場預期 亦都是今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主要都是因為防疫限制收緊 維多利亞州和色尼等封城的因素 看到澳市的表現差一點 曾經跌穿了73美元 大概8個月的低位 最新都是這些位置附近 正在73.09美元 再跟Ferris談一下 Ferris看到澳洲的封鎖持續 加上零售率先轉弱 甚至有經濟師估計 下個月澳洲儲備銀行 要改變立場 加碼寬鬆 你看澳市的弱勢 是否都很難改 是的 澳市的弱勢短期間都會持續 因為你始終去到 又要封城 又要防疫限制的時候 大家對本來有一個經濟反彈的部分 又要停滯下來的時候 再加上今次措施的時間 對澳洲的第三季到第四季到的經濟影響有多大 其實都是未知之數 大家在這個不明朗因素之下 其實對最近澳市偏弱的走勢 加多幾分悲觀情緒 澳市短期間都是易跌難升的局面 應該因應今天回來的零售數據這麼差的時候 進一步給澳市的壓力 短期間不排除真的有機會 加多300點指示0.70這個水平的支持位 澳市就要先看70美先 另外也要看加指 不見到加指就跟著油價反彈 但之前都累積了跌不少 後市來說 是否都要看著油價來限 是的 除了油價之外 其實都要看回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的走勢 如果大家對原材料供應上 仍然是緊張的預期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對加拿大園 有一個反覆做好的走勢 有這個寄望在這裏 所以短期間加拿大園 其實可以保持著 大概有機會約一約少少 大概1.27這個位置進行吸納 中短線可以看它回升上去 大概是去到1.22這個水平 好阿媽 看著 中短線來講 可不可以上到1.22這些位置 另外看看 雖然美元強勢 但人民幣連續兩日都靠穩 來按人民幣 一度去到6.48對1美元流上 最新做6.4797 至於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佈6.4835對1美元 較上一日高了20點至 再按人民幣早段在6.47水平靠穩 最新做6.4748 人民銀行上個星期降準 雖然今個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維持不變 但官媒新華社旗下 經濟參考部就引述分析認為 下半年內地仍然都會繼續 去促進企業的融資成本下降 所以貸款利率仍然可能要向下 亦都要留意國務院發佈的事 支持上海浦東新區的政策 Ferris見到國務院就發佈支持上海浦東的意見 人民銀行之後就表明了 要支持上海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進出 是否意味著完全取消外匯管制 為何要選上海才開放呢 是的 你說如果短期間很快就會有完全取消外匯管制 這個決定 我覺得就太過樂觀 因為始終取消外匯管制 這個方向是在的 不過當然要經過很多時間去參考 不同的環境的因素去造就這件事 好了 你說到為何選上海浦東 作為這個浦東新區這個試點 其實都有理可據 原因就是基本上上海已經是一個很發展成熟 或者叫做根基很穩健的一個國際金融化中心 和普通新區基本上都是上海第二大行政區 你看回自從上海自貿試驗區開始以來 其實都是上海作為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都是越來越強勁 所以也都有這個政策的決定在這裏 這個絕對是好事的 但是你說如果很快去到說 這個外匯管制就會完全取消 當然是操之過急 都會按部就班 你亦都可能會想到 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會否有動搖 我又覺得未必是這樣看法 反而那個餅越做越大 反而會更加好 你更何況人民幣 這個離岸市場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你亦都不會單一倚靠一個點兩個點 其實一個多元化來說 對未來人民幣國際化 會更加有這個益處效益 如果照這樣說 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的話 有什麼優勢呢 如果你說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的話 其實在一眾很多的衍生工具的研發上 其實可能會讓其他地方走先一步 或者更容易發展這一類型的衍生工具 因為當你在人民幣上 擺在國際化舞台上的時候 很多國際的金融機構 都會做一些對沖的動作 如果你說在香港這裏去發展 或者發揮這些衍生工具 作為一些國際金融機構的 對沖的一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是會容易上軌道 或者叫做市場的資訊性 亦都會是第一手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對香港 作為一個離岸人民幣中心 是更加鞏固這個地位 好啊 跟大家一起看著 政策發展是怎樣 今天早上也謝謝Ferris和大家的分析 匯市焦點看到這裡 多謝收看 各位來到照會360 南無身邊就是Kitty陳培敏 我們一起看廣告林的中間收市的情況 Kitty你好 Kitty你好 看到今天的市場真是難捉摸 只是半周都已經很多波幅 看到今早才是高開到79點 很快倒跌 其後剛才過去半個小時 一度跌288點 即是27,000和250天牛紅線 是有實手過的 不過最新跌幅又大為收窄 最新跌71點 公用指數、地產指數都靠穩格局 成交864億多 我們看看A股收市的情況 A股各個指數其實今日做得好 要留意今天本土體、車、光復都做得好 充氣板指數一度升到2% 中五收升到1.9% 深淨升到1% 上淨和護深300就靠穩 看看北水再談大市 北水最新情況都是要流出 港股通無論是 上海方面流出18億多 深股通流出4億多 合計只流出23億多 Kitty和我們分析下最新的市況 看到恆指26,800 現在看似銀魏符 那條250天線在那些位置也是腳陣陣 日日都要在這些情況爭扎 但最新的跌幅又收窄了 會不會看現在一定要穿底 大家小心一些藍石安全帶 其實大家都被市場的氣氛 都折磨了幾個月的時間 都差不多一季以上 去到現在這個水平 很多消息方面都好像都是不利的情況下 尤其是技術走勢方面比較偏弱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純粹因為 都是政治那個氣氛的因素影響多一點 你看到近期來講 中美的關係仍然都是比較僵化的 仍然都有很多不同的鬥爭 或者技術上的方面 都是你又出一拳 我又出一拳的情況 即是未改善之下 更加令到一些外來的資金方面 流入香港就比較是卻步一些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變成香港這邊都沒有辦法在這裏受壓 你說會不會有機會試回26800個關口 機會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覺得近期來說 去到這個水平 很多的權重股都開始 雖然是懲弱 但是不是很肯再走多一些 譬如好像港交所那些 你看到都比較硬淨一些 單人裏面可以由500元升到530元的位置 就算你說941、中移動這些都比較硬淨一些 當然我覺得新經濟那些股份 就比較偏波幅性多一些 沒有辦法 始終國內方面還是做了監管的話 那些股份我覺得只是屬於一個廣固的狀態 暫時來說要貨物行指方面上去27500樓上 才可以令到市場上的壓迫感沒有那麼大 不是說可以輸一口氣 不是輸一口氣 要輸一口氣的話 我想都要回28300的位置 才可以輸一口氣 好 雖然市況是差的 不過就看說未必一定是要穿底 都關注著一些比較關鍵的情況先 看到日內都這麼波動 當然收市期邊很關鍵 我們都留意一下一些個別焦點板塊先 最新說回科技股 因為有消息 網信辦最新約談騰訊 淘寸、淘寶、快手等等 就說要整改一個兒童式情內容 看到今日新經濟股其實都是很弱的 騰訊跌1% 快手再跌1% BillyBilly暫時扣得穩 百度要跌1% 問一下Kitty 兩個字監管 沒錯 一招接一招 一時就網信辦 一時就是反壟斷 使監局出招 其實現在很多分開的細則都未落地 究竟怎樣罰法 罰不罰 所以知道的事情暫時都是很片面 只有阿里巴巴罰得比較多 罰了百多億 有沒有說這個板塊 這個監管風波是否要籠罩著 剩下所有時間的了 第三、第四季 這個都是暫時不會消退呢 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做監管的話 由研究個案 或者看每一個主題方面 到真的一些監管的部門去執法 再去看那個情況 改革等等 都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改革未來的兩季 你都不要有太大的憧憬 尤其是每一個細項方面 再去掙扎的話 更加可以令到時間上 可以更加拖得再長一點 好 留意 如果手頭上 持有騰訊、ATMX、快手等的股份 有沒有說持有大隻和持有其他股份 有什麼不同的部署 騰訊這些是否叫價值可以捱 持有快手就真的盡快沽貨 快手這期比較弱一點 又去到哪個位置就真的比較難說 你看底位一直探底的話 真的比較難說一些 騰訊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個上落的波幅性 上落波幅性的話 近期來說 大概是510、520那些位置 然後反彈上來 其實暫時是一個區間性 但是上面 阻力的位置 大概是560、570那些位置 正確好 留意騰訊 今天都是比較弱勢 留意Tutime 都探上星期做的底部位置 焦點板塊 剛才看到A股做得很好 菜板幾乎升到2% 當中就靠著三大板塊 由頭傾 晶片A股內媒說 28間半導體公司 上半來的盈利實現增長 有19間增長 超過一倍 部份的增長超過5倍 業內人士說 全球半導體產能供應很緊張 持續到2022年 產業的景氣持續改善 即是說 中間他們所有的零件 都有條件加價 整個產業鏈不斷傳下去 業績很漂亮 講一講內地半導體股的龍頭 今天升得比較多 有納鵝尾升一成 北方華創也是其中一隻 比較大規模的升一成 其他深圓尾 科創板公司一成七的進漲 深海科技升最多 升兩成升停 反而 H股這邊的晶片股 真是很落後 看到中心沒有動 因為ASML之前的消息 就說不讓它買光額機 還要向阿川底 滑步道體 升1% ASM太平衡 就靠穩 升到四毫指 問回Kitty 其實一直 晶片AH股 都是分開兩邊走的 其實內地的板塊 其實升得很好 科創板的股份 都很亮麗 H股這邊的芯片股 是不是真的選不過 我想最主要是資金的方面 你看到香港的資金 一向都是靠外資 或者內資的方面 大動 但是近期來說 你看到港股的氣氛 真的比較偏弱 一點之下 就算內地的晶片股 做得不錯 也有營起 或者業績方面 支撐住 但是你看到香港方面 是沒有反應的 就算可能可以有反應 可能都是一兩天的貨息 之後又會掉頭走回頭 所以要小心一點 我想最主要暫時來說 半導體方面 晶片方面 始終見到 無論是新人員車 或者是手機方面 都是其實有一個需求 如果缺乏之下 也有提價的機會 所以令到業績方面 是這麼良麗的 我相信下半年都仍然可以持續 但未來日子 如果你的晶片供應方面 是充足的話 又未必會一直持續到 很高的增長的情況 暫時說 國內方面都是 晶片股受惠 因為業績的因素 但香港暫時說 就比較是個別的板塊 好 那晶片股 其實就算華紅 AirSantype 這些有行 近來都慢了很多 有否要留意 另一個板塊 選一下股 看看光復股 公信部說 未來嚴禁新增產能 就算要起新增產能 都要提出產能 召喚的方案 又是利好龍頭的措施 所以今天光復A股 又是龍頭通威 升到8% 陽光電源都升到8% 龍基都做得不錯 進漲3% 福萊特A股都進漲3% 看看H股方面的情況 H股方面 就表現有些 光復股方面 H股表現有些參差 今天中國玻璃3300 又再大升 Kitty跟我們說說 政策上一定是 扶持光復的 因為很多省市 已經將裝機的目標 公佈出來 但是在利好龍頭的措施之下 嚴禁新增產能 你覺得應該怎樣選擇 炒開福萊特玻璃 信義光能 這些可不可以繼續做好呢 看到今天 玻璃板塊 光復板塊的股份 就是個別的 之前升得比較多的龍頭 近期來說 都不是表現得那麼良麗 反而有些後起之手 就慢慢追落後 譬如中國玻璃等等 就見到 最主要是 憧憬未來產能方面可以提升 還有行業方面的改價等等 就令到股值之前都比較偏低 有些吸盤賣力之下 股價就比較走勢強勁 但其他一些 因為之前都升得比較多 比如665 福萊特那些 之前都升得比較多 暫時來說 就見到休息情況 玻璃的板塊 我覺得仍然都有空間起到 但是都是審慎一些 因為始終升得比較多些 隨時政策方面有什麼變化的話 都會受到影響 暫時來說 我見到之前升的那些 就外製了 後起之手追上 但是後起之手 會不會也有 停步的機會 都有存在 不過都是小心一些 好 最近炒作集中在3300那裡 怎麼看之前炒落波 現在轉炒中的玻璃 是不是都有一個追落後 或者追回估值的因素 不過都見到52周高位了 是啊 沒錯 追股值的落後 現在已經是 慢慢都追上來了 所以 今天都升一成 你說未來方面 雖然有些投行方面 都給目標價去到4.2左右的水平 好像4.2至4.8左右的水平 但是始終都 你看到那支棍都走得比較急一點點的話 那我就建議都是 等它回調才留意 暫時說都是試探高的位置先 好 留意 今天就是中國玻璃表現最突出 其他新特能源都做得不錯的 歷史有半成進帳 另一隻即使跟大家談談 異動股販又是復星醫藥 H股齊齊破頂創新高 Kathy 跟我們講講復星醫藥 現在當然環球都擔心疫情和變種病毒 復星今天一到72.05元 又再創了上市新高 它就得到了BioNTech那邊的技術 接下來在內地自己設廠 自己生產這個疫苗 70多元的復星醫藥 現在又是無限負的情況 還有之前是60多元整固了很久 終於有突破的話 算不算都是買入訊號 還是市況真是很不明朗 就算強勢股都要小心點 同時提及 它在大概60元的位置 都叫做鞏固了一段時間 但是看回全球疫情 是未見舒緩的 很多新興國家 每天的新增確案 數據都是一萬宗流上的 就算其他歐美國家 都見到有新變種病毒出現 都是未見到有特別的藥可疑 什麼治療 所以復星我覺得 是有機會再做高一點 大概試探是78元至80元的關口 好留意著走勢了 稍後回來繼續聊聊其他焦點板塊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米跌1.8% 阿里巴巴跌6毫子 比亚迪股份升超过4% 港交所升1% 禁风利业炒高升超过1% 看蓝筹金融股各别走 汇丰控股有帮保险暂时走势分化 汇丰控股跌1毫子 有帮升1毫子 中移动港交所做好升1% 中华煤气就要升到8% 暂时表现都靠稳 跟进一下最新的情况 看看长城汽车份报告 最新有大行上条目标价 看好上半年顺利涨2倍的因素 税信将目标价甚至涨到42元 维持行业受损 当中认为第二季最大惊喜 产品平均售价预期 按季升2成1至11万元人民币 创新高 主要因为product mix改善了 新车款售价比较高 加上改变突然税务资产有变 有税收收益 今年至后年盈利预测都调高0.1%至2.4% 大和形容业绩都好过预期 每辆车的盈利下半年继续有得改善 但某个士丹尼担心上季经营利润率要跌0.7% 去到5.7% 反映原材料价格都是高期 现在去到关键问题 以往长城汽车就算业绩公布 顺利有增长 股价都要挨沽 因为普遍市场都担心它无利率的问题 就觉得虽然购买新能源车 但每架卖得很便宜 今次它这个营起公布出来 大家憧憬说原来每架车单价应该有提高度 Kathy觉得有没有改变到它本身最核心的问题呢 我觉得暂时说因为它都有那个业绩那方面的支持 还有大行也都将目标价去提升 还有都有新的型号单价都去提升等等都利好的 还有一样东西 但是有问题 今天都升得比较急些 我想最主要市场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板块 还有国内方面也都升一成 升停板的 变成也都带动香港这边 还有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 都是讲那些三孩政策 如果随着美国内的经济都是改善的话 变成对这些日常用品的 代步 汽车方面 可能未来方面也有那个需求的增加的情况 所以令到一些投行方面都将目标价看好一些 或者提升回这样的 我自己觉得暂时说 我都会觉得未来方面 都会有机会再做好一些 但是你说去到再高一些 比如35元楼上的话 就真的要视乎市场 接不接受未来的增长的动力 因为始终的三孩都是讲这个政策 但不是说立即就会见到出来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暂时说可能的区间 始终都升到这些高的位置 可能都要消化一下 未来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28元 或者27元左右的水平 至到32元之间上落 好 来讲回车股 究竟谁是龙头 当然禁风都谈了很多 股价真的很厉害 但如果看好新能源车 如果连长期也有出头 虽然它很早都开始布局 买新能源车 又便宜的一价开始买 有没有说其他车股可以复制这个走势 比亚迪会不会继续首选 还是接近吉利 东风开始有多些新能源车 都可以复制长城汽车 这个改善毛利率的情况 我觉得都有机会 当然新能源都是以比亚迪先的 但其他例如吉利 或者是港汽东风 这些都有机会追回 但我自己的倾向都是看比亚迪 或者是吉利方面多些 比亚迪和吉利 今天都有胜伏分别 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二 另一板块谈一下套用品股 就来奥运 不过消息就说 都有可能最后一秒就cancel 现在疫情在东京方面持续 甚至连奥运村里面都有确诊 有报道就说不排除奥祖委 最后一刻会取消赛事 最新套用品股部分有些回套 之前突破升得这么厉害 创过新高 今天又回升到12元水平 要跌半成了 安踏李宁都要回套 361度偷博就是靠稳格局 问Kitty这个板块也是 一边谈一边升 估值也升到很高的水平 现在奥运就算开始 是否对整个板块的拉升作用都有限 还是第三季销售仍是这么厉害呢 首先看回奥运这方面 会否真的去到last minute会cancel 我觉得机会未必会大 但是所有事情都是有 黑天鹅事件都会有机会发生 这真的比较难说 但是如果你看看其他的国际赛事 仍然曾经是持续过的 踢球那些都是 所以去到last minute 我就觉得有怀疑 但是始终疫情真是令人担心的 至于炒体育用品股方面 我觉得其实都去到这个水平的话 就算你不吃糊 都有其他基金经理方面都会吃糊 始终升得比较多 就是小心一点 你就追究 我觉得去到这个minute 再去炒体育的因素的话 我就觉得不会购买 反而看贵迹那方面 都可能有机会 但是都不要期望太多 反而就应该等到 就是第3季尾第4季又开始留意 因为是什么因素呢 我觉得是冬奥的因素 所以短时间可能都要停一停 让它回落 希望可以巩固到一个好的位置 才慢慢再部署 我们留意其他焦点股份 我们谈得多盈起股 都要谈一下刑警股 南月亮发了刑警 预告上半年 盈转亏之后 被大和大减目标价和评级 南月亮今年当然有沽额 大和将它的评级 一下子买入 等到它跑输大市 目标价是17.4 跌到下去只有7元 表明亏损是出负市场预期 公司解释分销商大增 产品售价的折扣 拖低毛利率9个百分点 而且原材料价格亦大升 大和批评南月亮产品供应果成 负传和分销控制做得很差 而且洗衣粉市场的减价竞争 比原本预期更激烈 公司计划扩展线下渠道 可能导致减价压力 还亏得更加厉害 定价和分销管理都说欠透明度 大减今年到后年的盈利预测 是减五成到五成七 预计下半年还会继续跌 不过南月亮的股价同样都很残 虽然说炒内需 但真的好看各别的股份 他就做些洗洁精、洗衣液 那类的 最初市场都估内需一定是说规模效应 怎知都交出一份成绩表 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当然是 今天市场都想说 已经告诉你 去到一出个月之后 市场上已经是觉得不喜欢 你都跌了6% 你说 它招股价是13个多 跌到这种情况来说 都跌了成一半 未来方面 要看产品结构方面 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那你现在 没办法了 短时间都是有 挨沽的压力起来 好 那我们留意着 南月亮 是不是再向下穿底 今天都是见52周低的情况 我们听下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温先生在 温先生 你好 哈啰 温先生 你好 喂 哈啰 温先生 可以了 是的 我想问 南月亮 6993 10月8日 3日 明白 是的 还没继续 拿着 不如今天做个止洩 股价都已经穿了底 是啊 其实如果你问我 去到这个水平的话 7.8这些位置 已经都很三成 那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 看看今天 因为始终都曾经是创过低 然后反弹了 7.6之后反弹了7.8 看他今天收市的时候 可不可以收到7.8楼上 给他一些机会 但是你说去到10元的位置 除非有新的产品 或者是有新的动力 或者比如说 那个成本方面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这些不是 立即可以见得到的 小心一点 如果他 未来日子再试 那个7.6的水平 我建议紫舌换马 或者是今天 看看他可不可以 可以守高一点 但是在这些位置 其实你问我7.6 会不会是 已经是历史的低位 我觉得不是 好 都要警惕些 揽月亮 沽额 留意下午可不可以 收集一些跌幅 看看这些半身股 多谢半身股 创了新帝当中 包括京东物流 内雪的茶 康性环球 和汽车之家 都是的 大部分有移动 达得利可以炒高的诚意 最近其他本身股 尤其是天使 那些黄黄医药 都做得不错 不过是否看到 资金很明显 炒得很个别 现在并不是 每一只半身股 都有机会有得炒 所以拿了 或者抽中了 这些半身股 那些投资者 现在都要小心一点 如果资金不眷顾的时候 都可能是要 扔货来墙 我觉得是的 因为始终新股 它一定是有一个日价 所以如果你说 抽了之后 第一日 或者是高位 没有获利回套的话 即是去食股的话 现在看着股价 一直在向下沉 就真的要落止蚀位 因为始终 新股如果再去 拿回市场的信心 都需要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我觉得 你说是否半年可以搞定 我都觉得不是 所以就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现在市场 对一些香港的 或者中资股份方面 都是比较审慎一点的 暂时说 都是个别性的选择 如果不适合路的话 都情愿先沽去 先离场 好 留意 本身股来说 头四只都曾经见过 上市低位 我们很快看 恒大是报价 上天看到恒大 每个都要大跌 今天部分回稳 但也很波动 恒大汽车一道 今早有炒过 最新就要跌超过5% 据报已经安排了27亿还钱 恒大是 跟障下恒指中五收市情况 今天一道都有再失手 250天线和27000 中五收跌幅都收窄到100点 收去27000人 谢谢Kitty和我们分析 节目时间到 欢迎收看早市战报 港股看到今早曾经跌穿27000 以及再穿250天线 我们看看外围有什么因素 明明隔晚美股有得大幅反弹 事关市场部分恐慌情绪有舒缓 包括VX的恐慌指数也下跌 10年债息也重上1.2厘 不过留意着 美元仍在93水平 近期的高位附近赔赔回回 内地监管也有消息 见到国务院就说到 依法要查处 民生领域平台垄断 围绕什么呢 医药、教育、公用事业等等 至于见到半天来说 拖累大使包括有美团和腾讯 新经济股加上药明生物 再斜被董事长减辞 亦是拔着指数向下 我们总结一下 半天的恒指走势是如何 高开是79点 其后曾经升幅去到112点 升到27371点 高开之后要低走 其后倒跌 最多试过跌幅去到288点 做26971点的位置 接着跌幅收集回 升到277的楼上 不过半天都守不住250天线 半天恒指来说 跌幅去到100点 做27159点的位置 见到总成交去到915亿多 我们再跟进去 期指的表现是如何 暂时来说 27124点 7月跌幅去到1111点 轻轻低水到35点左右 总成交去到65000张 再看最活跃的港股 刚才数到药明生物 折让股东减持 跌幅去到3% 腾讯方面跌了1.4% 营福基金也要偏远 跌了8% 美团方面跌幅去到2% 长城汽车急弹 跌近1.5% 我们再看6至10位 有哪些 有小米集团跌幅去到1.8% 你亦要偏远 轻轻跌了0.3% 比亚迪跟着长气 其他同行车仔股也有得上 比亚迪近价去到4% 港交所近期都算硬正 升幅来说去到1% 禁风 刚才我们也讨论到 急弹跌近1.2% 轻轻看蓝筹股 有汇丰控股 算是偏远跌幅去到0.1% 公用股当中有煤气做代表 最后的煤气升幅去到0.6% 后市应该如何判断 找嘉宾出去谈 我们有王明昆James 你好 你好Iris 恒指最近都在试近期的低位位置 怕不怕再穿呢 再下去的话 去到哪些位置才有承托 我觉得再跌下也不奇怪 但应该不像我们预期美股跌得那么多 美股那边我们觉得 沽压好像在昨天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反转 反转如果你去看原因 好像是夾短仓的动作 昨天晚上突然多了 就是去看那个之前被人判断得最重要的 那些股票 其实昨天晚上反弹的幅度是最大的 同时间你去看罗素2000个指数 和NASDAQ指数之间的背离 也是昨天之间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是缩得很厉害的 就是那些人在硬弯着 他们之前的一些 一些Pair trade的一些position 就是我们去看美国那边 有什么新闻流出来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 在一晚的时间之内 那些人就开始不怕通胀 也都不再怕Delta 那其实是没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流出来的 那我想那些新闻标题这样写 就应该是硬去找一些理由出来 那我们唯一看到一个新闻 是有少少相关的 就是昨天晚上的时间 美国总统拜登就和传媒说 说他曾经邀请过联储局的主席 Jay Powell 进去白宫那里去聊天 那好了 就是联储局supposedly是一个 独立的货币政策 独立的计较 是的 Supposedly 但是现在我原来是和总统有计谈的 那就是又印证了市场 关于联储局 但是我们去看美股那边 其实出到来的很多的一些迹象 都不是令我们觉得很乐观 还有它这样的反弹化 我又不觉得它是已经 十二个小时之内 就完全调整完畢了 所以我觉得那边的成交 你见到跌的时候是比较多 但那时是比较少 过去三个星期一直在缩绝 都是令到我们觉得有少少的担心 还有这个可能它的调整就还未完 那港股这边我们一向都知道 其实不是很跟好的市场 但又不是先但跌就先跌的 那现在见到两市融资融券余瓦 A股那边都是ok的 A股那边的成交都是ok的 但是这个港股这边 始终不见不水 有下去去撑住市场 但是同时间我们又知道 那些外资的正常账基金 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之中 不断都是阴点阴点去减持 减完之后就不买回 所以我们不会特别看说 港股会有一个很强力的反弹 但是它可以反弹到冰度 但是你说它要再跌 那我又不觉得会跌很深 因为说真的很多的高估值的股票 现在都不是腰斩了 去脚眼那里斩下去了 就是斩了三四 斩了超过六成出过外的 那些的股票 我觉得它已经变得非常便宜了 其实有一些锋网巨头 都已经很便宜了 现在二百五十天线的位置 二万七千一 这个附近有可能再试多个几次 但是我们就不会觉得 会跌得非常深去哪里 嗯 有机会就穿二百五十天线 下去 再破了上次的低位 二六八了那些水平 再下一点就是二万六千六 一些位置的行指方面 半日来说就偏远少少了 跌幅去到百分之零点三 James 刚才都说到 我们要看看美股方面 还有什么回调风险 这个都要密切关注 看到我们跌市当中 有些车股做得不错 我们立即进入 有半日当炒反饭画展 半日最好的蓝筹 我看到前排第一只 已经数到顺与光学 升穿了一条二十天线 看回一些消息说到 《日经》新闻的报导 便说便宜价5G iPhone 最早明年上半年有机会免税 半日都升得比较多 升幅到近6% 第二三是车股 比亚迪和吉利汽车 升幅到4.2% 车股为什么会挖起呢 我们看到同行 长城汽车出了一些数字 预告上半年顺利 升了两倍 问回James 这个成绩 有没有意外 不过今天 长期上到大概半年高 大概一月的顶部位置 又没有什么突破 你有觉得反映了什么 是有惊喜的 如果照着它现在这种盈利增加的速度 和上线增加的速度 其实我想在今年年内 2021年整个财部 应该没有其他任何车股 可以有它这么厉害的 同时间我们看到它 几架的网红车 虽然有record 但现在record的效果 已经完全在架上 看不到任何的反映出来 它的坦克哈佛 和有一款女性倾向的 一个网红车 即新能源网红车 其实销量都是挺好的 而且在街上 你已经看到有人在駕駛了 我们会预计 长期和其他的 整个汽车版块里面去说 Legacy Automaker 我们一定会选长期的 如果新能源为主的 佔比超过六成的 那一定会选比亚迪的 现在升上来这么多 但是破不了上半年的顶 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市场上面 没什么其他太多炒作的工具 我觉得这些车的升幅 是有少少long overdue 即是它一早应该升的 其实它过去每一个月 公布出来的销售数据都不是差 但是你看到其实三四月份的时候 要队它都是照队的 但是升到这么多的时候 始终都会害怕 有少少怕杀股值的隐忧在那里 都是和我们害怕比亚迪是一样的 比亚迪都是新能源汽车里面 我们是不易之选 但是升到差不多 你见到比亚迪又是穿不过 240元那个位置 你就见到在期权市场里面 有很多的put 加了下去的 而put 那个行驶价 就差不多要在190元至200元之间 所以我们会预计这些put 会慢慢开始影响价格 也都代表着有一些 有些市场参与者 是预计了这些 比较好一点的电动车 或者是转动车的股价 要对一对先 跟着才会升上去 我们会在它升了那么多的时候 会偏向比较小心一点 比亚迪和长期比较上是偏好的 简单补充上长期有大刊条 目标价 瑞讯升至42元 维持行业首选 第二季最大惊喜 就觉得平均售价高于预期 还有大概不够一分钟时间 我们跟进一下BB股 因为市场焦点之下 国务院说要组织 实施好三孩的生育政策 包括做一些托育的配套 和加强附助生殖的监管 但是很多的相关之后 充高之后的升幅也是小了 是不是短期炒作 接下来的前景如何判断 是啊 它三孩政策 其实好像之前的二孩政策一样 我想炒一个时间段是非常短的 很短印炒完之后 立刻散水 今早也是 看到几只和生殖相关的 或者和奶粉相关的 都是充高了之后 就开始跌下来 虽然今天之内仍然有升幅 思考量衍生的那些 急升一乘二至一乘三 谢谢James和我们分析 我们COS一站12点9再见